继续来带您看到 美国正式进入零售业 全年买气最旺的黑色星期五 假日购物周末 而随着黑色星期五的到来 包含梅西百货 玩具反斗城等等多家零售店 已经提前在感恩节当天 抛出各种打折优惠 经营消费者抢购 让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抢购潮提前爆发 走进各大零售店 醒目的减价标志随处可见 折扣幅度也是相当给力 很多消费者早早就赶到店内 大抢购一把 由于今年年底购物季 比去年少了六天 而且节日购物季的三分之一 以上的利润都来自感恩节假期 各零售业者都在 想尽办法全力刺激消费 沃尔玛还采取了一小时保证单和发手环的措施 保证那些领到保证单和手环的人们都能够买到称心如意的商品 而且现货卖光了还可以上网订购 美国全国零售联盟 NRF估计 今年11月和12月的假日购物季 零售店的总销售额将会增加 3.9%达到6021亿美元 新疆记者周琪综合报道